照一下就要上門了 所以實在是什麼都不能寫 我只寫了一個 大家都看到騎腳踏車 戴著騎腳踏車帽子嘛 那小孩子很嗨那樣 所以你也不用什麼解釋 然後就這樣照一張 然後我只寫了一個 要出發了 不 三個字 出發了 再加驚嘆號 就這樣四個字而已喔 這樣而已 一個小時之內 按了將近一百個讚 啊我呢 寫了一長篇 落落長這樣子 放了三五個小時 二十幾個讚 然後呢更扯的是這樣 兩個小時之內喔 被share 被分享 四五十遍 四五十個地方 那到四五十個地方 你再去看他 也一大堆人按讚 哇這什麼跟什麼 不過就出發了 這樣子而已喔 啊但是你寫了一個 長篇大論的 說什麼 聽經文法要到現場去聽啊 這樣功德比較大了 沒幾個人 沒幾個人鳥你 你懂嗎 沒幾個人摔你這樣 落落長這樣 哇 可見大家在網路上面 心情都是多崩 都不想再接觸那嚴肅的 長串的東西 那麼有些 有時候在google plus上面 更扯 google plus有另外一種風格 就是gmail那個信google plus 在google plus上面 很多大陸人他就趕進來 他為什麼搞奇怪 他都能再來進來 一群人喔 然後就有一位傢伙呢 在論述中國的政治 也是寫的落落長 下面跟帖馬上就說 你寫太長了不想看了 另外一個就說 寫那麼長幹什麼啦 另外一個就說 你那麼多廢話幹嘛 都在罵他 根本沒看他內容 你懂嗎 只有我很冷靜的 很仔細的看看 這個大陸海外人士 怎麼說他自己國內的政治 說得還有點他的道理 思辨能力還不錯 只有我這可憐的失誤在看而已 那下面的人通通在罵他 誰是有長要死嗎 誰是長要死嗎 就是這種感覺 主委 這就是你看看 人在獲 他在獲取快樂 其實他不想多想 他想要立即的滿足就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吸毒 大家都知道毒不能碰 可以混黑道也不能夠碰毒品 碰毒品回不來 混黑道大不了給黑道老大哥 剋三個頭 或者被他踹個兩下 或者被他剁個小指頭 你就出來了 有的黑道的那個幫規是這樣的 離開的話要剁小指頭 因為你得那麼多好處啊 所以要留一個小指頭下來做 下來留作紀念 不然我這裡的人 我這裡的人員通通跑光光了 不行 是這樣也有這樣子 那大不了是這樣的 是不是 大不了是這樣的 但不能碰毒品 然而反過來 為什麼碰毒品會一路一直碰下去 為什麼剛開始你要碰 你也知道那不能碰 好奇藏鮮以外 就是不想對 對於慾望的滿足 想要立即的 無厘頭的 快速的 被動的 講到這樣 所以要花頭腦看的電影沒人想看 比如說蔡明亮的電影 你真的沒人想看 他的電影很有深度 我常常寫他都 勸大家去看蔡明亮的電影 很少人願意去看 看了也很少人從頭能夠看到尾 有從頭看到尾的 很少人吵到中間沒打瞌睡 因為他都等著看好萊塢式的 好萊塢式幹嘛 你就是花錢進去 300塊進去買醉 就從頭到尾讓你緊張很high 眼睛眨都不想眨一下 這樣子被動的這樣 刺激刺激刺激 然後出來之後 好爽 這樣子而已 這是你看 我們看電影的習性 就表現出一種 欲愛滿足的方式 最難欸 修道真的難 沒有錯 我們要知道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第一種欲愛滿足式的 就是這樣子 第二種現世的樂是什麼 他的理想能完成 這種是他內在比較深沉 他已經不再滿足於表面的 情愛 飲食 物質 名味等等 他已經不再這樣了 他樂意的是什麼 科學的研究 政治眾人知識的治理 或者是一個公司 一個團體的什麼呢 帶領創造 或者某個東西的發明 或者某個藝術品的完成 或者某一項文章 某一種思想的被建立 或者是他在哪裡的團體當中 他能夠帶你這個團體走向哪裡 或者他怎麼樣建立一個團體 這裡 包括有些出家人總是樂意蓋廟 總是樂意要蓋道場給人家修行 我唱歌我聽很多的 那種差不多都沒辦法修行 都要去廟讓人修行 他這個都屬於世俗樂 世俗慾 都不屬於真正出世的 這類的理想實踐樂 是比那個慾望滿足樂來的更深層更後端 有一些哲學的書或者是一些哲學家 他認為說人是必須要在慾望滿足樂的前提之下 來完成理想實踐樂 那又有人說是理想實踐樂的完成的同時 他就完成了他慾愛滿足樂 那這個就不用辯論 是因人而異 怎麼講 有的人貪心 有的人貪財 有的人貪慾愛 有的人貪名聲 有的人貪錢財 這不一樣的 有的人貪什麼 貪一種 他認為心靈某一種理想的完成 他可以犧牲妻子兒女 他可以甚至於不結婚 他樂死不疲的在那畫畫寫文章 有沒有 有這種人 他寧可偶爾交交男朋友女朋友 他絕不希望 他絕不受家庭羈絆 他要去做他想做的事 也有人這種人 所以這個難說 但是無論如何 在西方後來研究的結果 就是以弗洛伊德為主的研究 他去解析那個夢之後 他發現有一個東西是人類很深層的慾 性慾 性愛之慾 也因為這個慾能表現成慾愛滿足跟理想實踐 很怪喔 理想實踐的內在推動 在弗洛伊德的信心理研究裡頭 他認為那也是一種內在 慾愛的滿足的形式之一 這一點 佛教倒是很接近 佛教認為 人的真正慾愛主要是兩類而已 一類活著 一類 慾情的自我感的滿足 這兩類 所以他把自我感的滿足 講成什麼 講成什麼 講成財色的色 其實色 色不是那個男女 如果講男女 那叫藝術怎麼說 弗洛伊德講到藝術去 藝術也不能吃飯啊 很多藝術家 終極醫生潦倒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他樂此不疲 他沒有餵的食物喔 他餵什麼 他餵的還是那個色 內在的慾愛 只是他那個慾愛 不是由男女的肉慾來完成 他有什麼 他有一個東西的完成展現 一種很深奧的道理的挖掘 世俗的科學 或者是很深刻的文章的描述 文學等等 或者是一種雕刻 一張很氣勢磅駁的交響樂 等等等等這類的 這類的滿足 這都是所謂的 實施設性也 實施設性也 是這樣講的 這也在佛經裡的確實也講到這樣 所以如果你這樣講你就知道 這是一種自我慾愛 不是指男女慾愛這樣表面 男女慾愛也在自我慾愛上 所以他最核心的是我慾 我慾為核心 他為了要完成我慾 他有兩大類的行為要完成 第一類活下去的根本 第二類我的完成 我的彰顯 那我的彰顯就會表現在 慾愛 或表現在理想當中 這樣懂嗎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快樂 當他能滿足就叫快樂 當在剛開始 連飯都沒得吃的時候 他的快樂就是有飯吃 這是我們同意的 所以快樂是有等級的 你現在會不會覺得你很幸福美滿 剛剛去吃那頓素菜 有沒有覺得好幸福 或許偶爾有一點 但你絕對不會因為你今天有飯吃 覺得幸福比人家多 沒有 對不對 你也不會覺得說 你因為有飯吃 而一切皆足了 有人說 娶了美娇娘 天下皆足 生了兒子 哎呀 一切萬事皆足 有人這樣講 反而真的嗎 後來是那個小孩 起身路面 罵到說 如果要知道這樣 你當初死人就給他電給死 當年說 有兒萬事足 又算什麼 不愛江山愛美人 等到得到美人了 卻反而愛江山 當時怎麼那麼笨 那麼衝動呢 怎麼沒有選江山選美人 太不切實際了 所以主委 滿足 欲愛的滿足 是有接次 次第 這無非都是因為來自於 你內在的我之 從來沒滿足過 這樣了解嗎 這就是所謂世間樂 所以世間樂 只要自我欲愛在 你永遠沒有一件事情可以滿足得了 雖然表面有這兩類的滿足 但它不停止 它會一而再再而三 所以你看看 最明顯的就是日本人 日本好多的文學家 最後自殺 對不對 畫家也自殺 為什麼 因為他滿足的欲愛在藝術方面 藝術難以再突破的時候 不想怎麼辦 日子不能過 有妻不滿足 有兒不滿意 有地位不安穩 有了金錢也看不在眼裡 至少 最後至少 連命都不想要 你看看 那種欲愛的肩破感 這樣懂了嗎 所以主委 這是極端的例子 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來 不學佛 永遠落在世間樂 因為沒有人不求樂的啊 難道求苦嗎 有誰求苦 沒有一個誰是求苦的 連瘋子都在求樂 對不對 所以天底下都在求樂 而求的是什麼樂 就是這個世間樂 世間樂就是這個樣子 你怎麼辦 主委 不學佛真的沒出路 這就是我當年 我真的決心要出家 我第一次去讀物理系 我居然也捨物理系 我那時候有女朋友 我居然也捨女朋友 毫無寡愛 清楚明白地說 那不是我生命要投入的 當然你會這樣講啦 師父 你協婚難道 就不能追尋你說的覺悟嗎 首先 我要說的是 我的覺悟跟你嘴巴講的覺悟 搞不好不一樣 雖然佛門裡講覺悟 也都在講覺悟 佛門裡覺悟也分兩類 一類自我覺悟 自我解脫 一類自解脫 令他解脫 所謂大解脫 至少我當時的想法是 我自己解脫解脫不來 因爲什麼 我有我愛的父母 我也曾經愛過人 也曾經有人這麼愛過我 我能夠氣他們不顾嗎 我今天要修行 不是因為他們不可愛 是因為我知道 愛不夠徹底 愛不夠徹底啊 我愛他 我能替他死嗎 我愛他 能替他病嗎 我愛他 能夠在他老的時候 把他變為青春嗎 我愛他 能夠不跟他爭吵嗎 我愛他 能夠不懷疑他嗎 我愛他 會完全的不怨他嗎 沒辦法 我愛他 我會嫌他老 我愛他 我會嫌他醜 我愛他 我會嫌他唠叨 我愛我的母親 我母親老了 病了 我沒辦法代替他 我就算愛我的老婆 愛我的兒子 兒子他愛別人去了 他也不想我愛他太多 那我愛我的老婆 我老婆生病老了 我也沒辦法幫他忙 我這叫真愛嗎 不夠 我不滿足 所以 我 看到世俗愛的不足 那我要超越 所以我回過頭來這樣想 所以我一直發現到 我承認 追求快樂沒有過世 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就跟我同學講 我說我可以跟任何女人 做任何事 只要她沒老公我沒老婆 大家是人啊 那有欲愛無所謂啊 只要 怨打怨哀就可以了 這種思想是佛教的思想 佛教是中欲 哪有中欲 佛教從來不中欲 但是佛教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 沒有本質上的惡 但是有你我質上面的苦 沒有本質上的惡啊 經常有人說 欸 男女貪愛又沒有傷害 那為什麼他自成一個仲介 尤其是出家人 仲介第一條 就是男女不得 不得有男女關係 你看看 是這樣 但是佛陀不是因為 男女關係醜陋 男女關係因為 這太醜陋了 所以都要關起門來才能幹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樣 他是說 因為男女關係的貪愛 太強太強 強到會使人 失去的理性 失去的溫柔 失去的 對彼此的尊重 甚至於失去了 應有的理解 會超越這樣 所以會讓人永遠不想修行 因為愛那個男人 愛那個女人 根本不想修行 世間如果有兩個 第二個這樣子的愛人 世間連佛都沒有了 沒有人能夠出家修行 所以還好男女之愛只有一個 一種 男女之愛 這麼強的愛 會綁著人 如果有第二類這麼強的愛 會綁著人的話 沒有人離得開 出得了家 好恐怖啊 所以是這樣子 你今天你宣稱要做修道人 要正果 那當然就要離這個 這麼恐怖的執著 不是說他本身惡 你懂嗎 了解嗎 不是說他惡 惡法 不是 殺人是惡法 貪愛不是惡法 但他卻比惡法 還要讓人落輪迴 因為你貪愛會去殺人 因為你貪愛會去造種種的追求欺騙 詐欺 因為你要養兒育女 你才去詐欺賺錢 然後拿了錢好遠走高飛去享受 所以你會行詐欺貪愛搶奪殺人 反而為這樣而來 所以本質看起來不惡 卻又太影響人了 會讓人歇斯底里起顛倒 所以佛制出家人為第一條界 菩薩就不同 菩薩因為他利益一切眾生 所以 所以怎麼樣 他自殺生界為第一重罪 為第一重罪 那第二才是淫欲界 第二第三才在淫欲 殺到淫他是從淫界至第三 擺在第三條 這樣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問我說 那師傅你當年難道不能就在家裡 就能夠實踐解脫法 這樣你就聽得懂了 我在家裡 我今天要來演講 我老婆也要跟著來 而且要盯著我看 你們要哪一個人來問我 他都會覺得那都可能具有挑戰性 具有誘惑性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位40歲的婚姻 婚姻專家一樣 他老婆要陪他去小便 一樣 你看看 我就變不自在 再來 你們問我也不會這麼樣自在問 因為我有一個我更愛的人 我跟你們不夠平等 你懂嗎 今天不一樣 今天我沒有一個妻子 我也沒有兒 所以你們跟我的關係都是平等的 沒有誰跟我特別 當然了信徒基本上認識我的 看起來好像大家比較熟 只是這樣而已 基本上就是眾生跟事物的關係 所以當年我想要的解脫是屬於這樣子 所以我不是說在家不能修行 佛陀也沒有這樣講 佛陀也沒有這樣講 但是終究貪愛比較多 你要背負那個貪愛的關係 擁護這貪愛的關係 支撐這貪愛的關係 而且是特別的要支撐它 那就不同 好 那麼這樣了解了之後呢 這世間樂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終究不究竟 所以再往下看 究竟樂 他是無我的 無我對我之 他是親近的 親近對取拙 他是平等的 平等對自私 他是利他的 利他對立 他是佛性為本的 佛性對愛的 看到沒有 那是出世樂 那也是究竟樂 出世樂 出世樂又分兩種 因跟果 因樂跟果樂 因樂是什麼呢 因自在樂 是什麼 修行真上樂 你開始修行了 什麼叫開始修行 師傅 修行是你們的事啊 你是書家人啊 你要修行啊 錯 一切人都要修行 不是師傅才修 師傅是修 自解脫他解脫 諸位 起碼修自解脫啊 懂嗎 所以你們也要修行 那怎麼修行 至少你們自己要自解脫 我今天是因為 好要 覺得自解脫不夠 還要他解脫 那我也覺得 在婚姻生活的觀察當中 我觀察可能存在的婚姻生活 我會發現說 那我 我還是要耗很多的生命 在 栽培 巩固 完成一個婚姻的約定生活方式 人家妻子嘛 要陪他講話 陪他逛街 幫他買衣服 他心情不愉快 要聽他發牢騷 這是你身為丈夫的天職 你約定跟人家結婚了 你就得干這種活兒 那家耗不少時間 一不小心又生小孩 不生小孩 讓人家笑 生了小孩自己笑 然後 然後呢 然後生小孩之後 就要照顧小孩 養他 不養他說你不負責任 那麼即便你養他了 他不理你說你活該 那麼 那麼 那麼你太理他 人家說你放不下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就是 婚姻生活就是這樣 那生一個小孩 你也不能量身定做啊 孝順的才來做我兒子 做我女兒 不孝順的不要來 又不能啊 你又哪小的過去造了什麼業 跟誰結了仇 他今天來投胎了 把你家產敗光 把你的清淨生活壞產 你怎麼想說 所以我完全處在一個不確定狀態 對不對 所以結婚 只有一個清楚 現在這個女人長相我清楚 未來長相我也不清楚 你懂嗎 有人一結婚生了小孩之後 就往橫的發展 我們不能說他不好 情人眼中出西思 師父你要平等不能自私 不能濫起分別 這樣子的截面機 跟這樣的截面機 基本都是人 我們把它看成一樣就可以 但是你做世俗人 就不一樣了 唉唷 你也你母照顧比較好耶 肥得像低的那樣 三高耶 這就有人會說 有人會說 你就算你no care 別人care 這是一種很 你說好意也是好意 在某個意義上也是很歧視 但是就這樣 對不對 你這個都不能確定 更不要說未來的婚姻生活怎麼樣 家庭生兒育女怎麼樣 社會環境變得怎麼樣 教育經費變得怎麼樣 你賺的錢追得上追不上這種開銷 唉唷 都別討厭這個 怕死人 要是有一點點追不上 老婆就會怨 當初 嫁給那個王的也沒參加 嫁給你這個難口 哇 萬壇 真的怨壇 做這個男人就很慘 這些都不能確定耶 所以那個時候我想想一下 無論從自解脫跟他解脫來看 嘿 這樣子投資報酬率實在是不太 不太行 我這麼掐子一算 趕快跟人家拆火 那時候我就這樣講 因為女生的青春是很值錢的 早點跟人家說 有決定的就搞定跟人家說 所以正在洗碗 都不用等到晚上 洗碗的時候就可以講 我就跟他講 就進入到究竟樂 我那時候就覺得 修行是樂 所以我為什麼要比較 當年我的想法 我就要讓你比較 讓你現在你們也做比較 修行樂 會不會是樂 修行當然有點累有點苦 這就好像一條爬蟲 一條廁所的蟲 要離開到清水 走向清淨的水那裡去 當然一下子不能適應 可是我常常說 我說修行固然 很辛苦 但是他是道吃甘蔗 未來有路可去 越走越明白 不修行看起來現在自在 但是越自在越黑暗 總是什麼呢 總是盲眼懸崖 盲眼走在懸崖上 那你真正對自己生命有負責任的人 你應該要眼前的刻苦 換取你跟你周邊你可愛的人的究竟大路 那麼就因此要走向究竟樂 這就講究竟樂 究竟樂的目標是無我的 是清淨平等地以他佛性為本 他以絕性為根本 這叫修行 所以不同於啊 蓋蓋醫院做做善事 做做善事 那不一定有佛性 做善事也覺得你很了不起喔 很多人做善事要人家來拍照的 你懂嗎 是不是這樣子啊 就怕天下人不知道我在做善事 那有的人做善事也要穿上制服的 就怕人家不知道我是哪個單位的 他要有單位他才要做善事 其實做善事就像你呼吸一樣 有需要你是哪個單位才能做善事嗎 有嗎 有需要這樣嗎 不需要的 呼吸隨時都要呼吸的 隨時都要做善事的 不需要是哪個單位 也不應該因為你做善事是在哪個單位當中 你自認為你高人一等 你自認為你比別人家有修行 這都不對的 這都是我職嘛 不平等嘛 不清淨嘛 非絕性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不同一般的做善事 然而有了絕性 有了覺悟 你做的善事 他不會執著這種身份 不會執著你的地位 也不會執著有沒有人知道 更不會執著你在哪個單位 這樣可以 這樣做善事是修行 這樣聽懂嗎 所以做善事 行布施 說好話 做好事 幫忙蓋學校蓋醫院 做救濟 救災 這算不算修行 就要看你剛剛的心情 這樣了不了解 不過長遠說啦 與其說 什麼善事都不做 那還不如說 讓他不懂修行做善事 這我們還是接受的 這樣懂嗎 所以你看到人家在做善事 你不要拿我的話去罵人 你看看 那群人你看看 穿了那個制服啦 還要找電視節目去拍照啦 那個哪裡是修行啊 那個跟著他造業 你不要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說 那還不是佛教的解脫修行 但是對那群 從來不想修行的人來說 他願意去做善事 就很老不起了啦 你都要怎麼樣 不懂 懂嗎 唉唷 難得喔 難得喔 這樣就好了 不能說太多 說太多 他越來越叫 說你是對的 你懂嗎 稍微點頭一下 默許 這樣就好了 也不能輕視人家 更不能供高 也不要到Facebook上面去放肆 去說人家不好 懂嗎 人家我聽師父說的 修行要這樣這樣 不是那樣那樣 不要這樣有所指涉的去說人家 懂嗎 行善都很不容易了 那你們呢 你們當然做到現在了 憋尿也憋到現在 都沒休息了 當然不能只是聽到這種 這樣子的修行啊 是不是啊 所以要怎麼樣 所以要再進一步 要進一步修行 大家都知道 我想劉院長一定有告訴你們說 要聽法杖書的課 要多帶一個膀胱來 我都三個小時不休息了 為什麼 休息心就散亂了 中間就斷掉了 我們這是一堂 我們是一次演講的課 是不是 又不是說要長等熱熱的課 當然要一段一段 這樣懂嗎 所以要尿尿的自己去尿頓 尿完了趕快回來 好 所以說是修行真善 是這樣子 那麼好 那麼說究竟熱是這樣修 以這個為根本 那怎麼修 它有哪兩種熱 它是有熱不是沒有熱 第一種熱 修行真善熱 也就是說本來你受不了 你現在受得了 本來你會生氣的 你現在比較不生氣的 本來你放不下看不慣的 現在放得下看得慣 本來你沒有緣起觀 你對什麼事情執著的要死 看惡就是惡 看善就是善 看好就是好 看壞就是壞 完全一刀兩分 沒有什麼樣 沒有轉圜餘地 讓自己逼得很緊 要不就是你曾經受的傷害 一點都不打算去原諒人家 你曾經是這樣的人 你對於某一種理想 對於某一種好要 你抓得死死的 只准成功不准失敗 可以踩在任何人肩上 我非得成功不可 你搞不好是這樣人 現在通通讓你覺得 不對喔 在緣起當中 命中若無 終虛無 再怎麼求 我也只能盡人事 聽天命 你漸漸懂這樣囉 你受誰的傷害 你知道 是啊 他傷害了我 但是無冤不來 無債不逃 天底下沒有那個無陰無緣 默然發生的事 今天他這樣對我 他害我 他騙我 他殺我 當然他錯 但是一定有過去的因緣 好啦 消業障 他該受法律制裁就受法律制裁 但我不需要帶著恨 一定有因有緣 我不用再問為什麼 欲知過去因 欲知過去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未來過 今生做者是 何必算命不掛 何必看地理排八卦 你做了些什麼 你最清楚 你受了些什麼 你不如去改那個因 現在已經獻出果報 那我就改那個果因 造成這個果的因 因轉 果一定轉 這是如影隨行 絲毫不爽 能這樣相信 能這樣忍耐 能這樣放下 名為修行真善樂 你解放了你自己 你並不是哪一套自我解釋來迷醉你自己 不是的 你將會越來越清楚 對 一切都是因緣果報 相信他 接受他 然後才能面對他 你不相信 你就不接受 你不接受就無法面對 你面對就討厭嘛 就恨嘛 是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一天到晚都把他面對痛苦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結果你能怎麼樣 你也不能怎麼樣 但是你現在相信它是緣起的 你相信無因不來 無在不討 有今天有這個惡果 一定有過去的惡因 我們那一年 一起造的壞事 一定有一起造的壞事 夫妻也是這樣啊 夫妻兩個人 為什麼結果 憑見夫妻百事哀 哎呀 行李做失敗 相擁而泣 那一年 我們一起幹的壞事 所以在今年 時空轉變 我們一起受這股火爆 一遍一下 眼淚擦一擦 接受他 接受他 然後才來面對說 那今后該怎麼辦 能這樣就是修行了 諸位 轉這樣的念就是修行了 Stell這樣念 讓你知不知道 不用再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被撞成这样 断手断脚 为什么会这样 我会去撞到人 为什么怎么样 为什么怎么样 你就不会去问了 都有因缘 这样懂吗 所以你也不要问 为什么他劈我的腿 你不用问 劈腿就劈 我不要劈人家就好了 我们都是为情走天涯 世事再来轮回 众里寻他千百度 总是要找到那过去的因缘 这就是直取不舍 所以一定是恩怨交参 没有一个家庭 没有一本难念的经 原因在此 所以你怎么去想象 你多嗨多好 多么特别 怎么可能 所以接受他 相信因果 叫相信他 相信因果正在随缘发现了 所以接受他 既然相信了 接受他了 相信他 接受他之后 你就知道 还有未来我能够努力 所以面对他 懂吗 你还有自由意识啊 你还可以再解决啊 既然因是过去造的 现在我也可以造新的因啊 来继续扭转他 那我就准备造了 所以来面对他 那听懂吗 所以为什么叫做 相信他 接受他 面对他 面对了结果 那你做你该做的事 做完了之后 放下他 做啦 做了之后就让 我已经把种子再 新的种子再摘下去 那么就等待阳光吧 等待水的滋润吧 当然你也可以多念咒子 来催熟他 可以 但是终究还是要有这些原因 条件的嘛 懂吗 你可以念咒吹响 用心力加强 用念力加强 可以可以 尽管做好了 等一下控制 不能帮我踢笑 可以这样做 没有错 可以 但是你还是要等水到了 温度足了 牙才能发 这就是放下的意思 放下不是不理他了 放下是知道 结果就要让 你不可控制的因缘 慢慢来承受 这叫放下他 不是说 放下了啦 我把你放下了 所以你是你 我是我 要死你去死 要活我去活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这样不是说放下 这样是切割 懂意思吗 你怎么可能切割 你跟这个人一辈子了 你怎么可能切割 是不是啊 懂意思吗 你跟这些人的因缘果报 已经造了 你不是切割 是转换 是用更无我的因 更超越的行为 更加平等不自私的 不失直接忍辱 跟智慧的对待 跟等待 来对待他 让他更加的好 让他对你的爱恨 能够放下 这样了解吗 这叫做放下 所以相信他 接受他 面对他 最后放下他 所以做完了 做完就忘了 没有这样想 师父 你叫我上金公金 我已经上一百百了 怎么还没开始贪 惨了 我实在没办法解释这件事 这就好像说 你今天我给你道子 我也教你怎么中了 可是阳光没来 温度不足 你现在问我说 我不中了吗 怎么还没发芽 还得等 你相信因果 时空转变当中 那是你的个人福报问题 福报还没到 因缘就不到 你能够强求什么 你只能在你能力范围之内 做你能力范围该做的 做完了 让过去你整体上的福报 做决定 懂吗 因为你整体的福报 是无量解以熏过来的 那不是一时一世可以改的 我问你 那个冰山 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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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上面就一小角 海水就这样浮着 你只看到那个海水上面 一小角的金山 你拿一个奶打 你要去那里面 你看看 你融得了吗 你融不了吗 你只能让这个金山 随着海流慢慢飘 它该飘到哪 飘到哪 这就是你 我们无量解以来 多少的爱恨 无量解以来 多少的自私 多少的造恶与造善 我们有恶有善 我们才做人 那有恶 恶也会献钱 有善 善也会支持 到底善先来 还是恶先来 看你生命的样态 你努力的样态 你与人相处的样态 这就要牵涉到你今生 跟过去世 你老是那个恶脸对人 当然就是恶人跟你在一起 你的笑脸迎人 当然柔软心的人 跟你在一起 这还有你今生的姻缘呢 那你说我怎么都遇到坏人 他怎么都遇到贵人 没有错 过去的业缘 还有你今生的努力 你被弯碳下来 知道吗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所以回去 拥抱你的老公 拥抱你的老婆 说你是我的唯一 你也是我业缘所招敢来的 好 不要都要来自己接受 也行 这一切 不用弯碳 不要 不要就做虽然 消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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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人先念 念到够地 爱 拍摆 收行 放不下 对不对 所以有点黏 不要太黏 懂吗 有点爱 不要太爱 是 你是出家人 怎么叫我们有点爱 干脆不要爱 不行 因为你们会受不了 所以不能叫你不要爱 一点爱 可以 一输就好 这样 蜘蛛 蜘蛛 不能太甜 那肚子吃久会败 稍微淡淡淡的甜 这样就可以 所以不能 没办法一下子不爱 师父没有那么扣行 叫你们立刻不要爱 懂吗 也做不来了 那么这样就修行真相 所以修行真相是可以做的 就是相信他因果 接受他因果的发生结果 面对他准备做修正 放下他 努力完了 等待因缘 自然成熟 懂这样 照这样做 你一定修行真相 你相信我 今天你这一刻 你听了 百米呢 你光听这节课 你这一辈子就可以用 不是说光听完这节课 你就翘课回去 不是这意思 我说以这个为核心 以这个为核心 你在往下听的诸位师傅 都会讲得很好 讲义我看了 刚刚我讲义看了一下 都很棒 八正道 讲因果 都非常好 现在我这个说法 算是总说 都可以以这个为核心 你去听 那么这就因上的自在 就开始自在 什么叫因 因为你还没成佛 你还在因上修 所以因 当然还不是圣人 所以你得接受 你不是圣人 所以你还有什么 还有爱恨情仇 我在Facebook上面 最怕看到那种 板着脸孔 说的都是 不食人间烟火 的那种人的文章 我最怕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属于 真正人间的事 比如他这样讲 我们人 如果真的爱自己的话 就不能够 一时一毫的放异 你想有可能 你想有可能 他能会放异 自己在家里 踹着二郎腿 K着零食 然后看电视 接着一台 一直看 那就是放异 不然怎么样 对不对 与其再去造恶 吃牛肉面 我还宁可你在家里 吃乖乖 那我还整个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你怎么可能 完全不放异 我们就凡夫嘛 对不对 我们如果 真的懂人生的话 就不要再贪爱了 夫妻之爱 是不可爱的 无再不来 无恨不讨 有可能吗 这个天底下 有可能大家都不讨不许吗 做师父的人 也不能这样讲 不要说在家人 讲这种大话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在因上修 别忘了 我们还是凡夫 我们没办法一下 像圣人 但是我们是所教徒 我们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 就是因为 我们相信 相信他 接受他 面对他 放下他 懂不懂啊 懂不懂啊 不要忘记 这就是因上自在 接受自己有过失 随时准备要求忏悔 要了解 好 那么解脱自在乐 当你真正放下那一刹那 你的果就得了 得一个少分的自在解脱果 你对那件事情的忐忑不安 对那件恐 那件不愉快的事情的恨意 你就会放下 对那个人跟那个人的不自在的关系 你就会接受了 我就过去 都打他们家的金狗公子 所以说 怕你这些什么事情都不顺我 好 接受他 相信他 相信他 接受他 面对他 看到他的时候 阿弥陀佛 你别跟我说话 好 不好意思 都不要生气 然后 尽量能助他的助他 他骂你的不回嘴 你放下 再等他几年 看他怎样 懂吗 了解意思吗 一定会改变 这就是解脱乐 不用等到你成佛 不用等到你成佛 你现在就能解脱 就能少分 少分解脱 这就是学佛的真正快乐 所以 认识佛法 入快乐之门 会不会入啊 找得到门路了没有 找不到 太久了 哎呦 这两三个 那我也只好接受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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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 这样了解 下面其实是不重要的 重点就在这里 下面是概念当中要讲的 真快樂與假快樂的差別 無非就是解脫樂跟不解脫樂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OK 接下來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見捨現世的那種樂 見捨喔 我沒有說頓捨 我也沒有說立刻就沒有 懂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能見捨 因為你出事的樂越來越多 你越來越覺得 跟人家爭那個小小東西沒什麼 你開始覺得你家裡有大保障了 看不見兩樣的東西去找找找 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家裡有好的保障的東西 你有兩樣東西給人家 你根本不覺得怎麼樣 懂的意思嗎 以前喔 你們家垃圾怎麼都放在我們家門口啊 你太看不起人了 現在你修行修得很好了 你覺得你就看得起你自己 你根本不用擔心人家看不起人 這個時候你還發現 他願意把垃圾放在我家耶 表示什麼 他不會侵蝕我 他相信我的人格 相信我的心量 他才會這麼做耶 所以你看到他了 分外的高興 哎呀王太太 今天你穿得好漂亮喔 那王太太突然間 哎呦我把不足坑黑銀刀拍死 他給我拿著回來 突然間會這樣耶 為什麼 你開始接受他啦 你開始看著覺得他 他好棒 他在讚嘆你耶 他才會把垃圾放在你門口 他看得起你耶 你突然間這樣想了耶 你解脫之後別人就解脫 這叫做自信眾生試願度 看到沒有 真的耶 快不快樂 快不快樂 happy不happy啊 很happy 懂嗎 這就是學佛法 之所以快樂的事 所以啊 我自從當年 跟我那幾個女朋友 say goodbye 一直到今天 從來沒有一刹那後悔過 因為快樂的私生仙 太快樂了 學佛 雖然有一點苦 但是其實快樂得多 阿蘇啊 你能這樣出家 我不能 你不能一樣可以快樂 如果說在家就不能求這個 出世的修行的快樂 那怎麼能夠說佛法無邊呢 嗯 佛法無邊呢 對不對 佛教徒還是在家人多耶 不是出家人多耶 從民國三十八年一直到現在 出家人合起來不超過三萬人耶 台灣 好少喔 對不對 那佛教徒號稱幾百萬人耶 是說不知道找得到就沒有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 這個這個這個 人生漸漸的見捨是樂 趨近 趨近而已 趨近就近了 你一定做得到 一點不難 今天師父這樣講你就聽得懂 懂不懂啊 方法已經顯現出來了 哦 因果 相信他 接受他 面對他 然後放下他 回去把這幾個字寫下來 絕對管佑 他就是咒武 你懂嗎 念一念 你就有力量 鬼神不侵 你知道 萬病不入 一定 我沒騙你 真的很管用 哦 那麼 這樣子呢 所以你就 深信因果 怨出輪迴 歸依受戒 是敦倫敬憤 文思佛法 知足隨緣 不思行善 等等 這些字面意義你就懂 這些就在支撐著 剛剛講的 那樣子的修行 作為一個什麼 作為一個 你平常總不能說只是等著 有煩惱來 才在什麼 相信他 接受他 不是這樣 平常在已經做完了這些 放下他之後 你心裡已經得到一分的 一分的修行解脫樂之後 你就更相信因果 對不對 所以深信因果 有人深信因果之後你就知道 我雖然在因上修也得少分樂 但終究對這人間 還沒有完全看透 我過去所造的惡還沒有完全超越 所以 我還是會入輪迴 一路輪迴萬劫難出 我還是希望我所愛的人 包括我自己 都要出輪迴 所以願出輪迴 這樣懂嗎 ok 懂這樣之後 接著呢 我們要出輪迴 一定要宣誓 我是一個佛教徒 我真的要像師父說的一樣 相信因果 相信他 接受他 面對他 放下他 我知道這真的能帶領我走向解脫 我宣誓 我要成為一個 這樣子過日子的人 我作為三寶的弟子 這就是歸一了 懂嗎 要去歸一喔 要去歸一 要去歸一 怎麼 歸一完了之後 總是你不是一個 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所以妻子要像妻子 先生像先生 老師像老師 學生像學生 丈夫是丈夫 太太是太太 要有一定的相貌 這就是敦倫敬分 這就是符合英國嘛 對不對 能不能劈腿 當然不能 因為你約定好跟他說的 要愛他一輩子 要一起過日子一輩子 這是一種約定 約定就是有信用 信用在前 無論如何 要履行信用 這也是英國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看看 敦倫敬分就來了 人家說你是老師 那當然你就要什麼 晉升 晉你的能力 傳到授業解惑嘛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你不能說當老師不好教嘛 你當學生 你宣告來學 人家辛苦教書 不是要賺你這份錢 那麼你一定要看作是 他有道德教導我們 所以我們做學生要恭敬 我們做徒弟的要尊敬師父 那麼這就是敦倫敬分 那麼敦倫敬分呢 聽了這些道理 剛剛這些道理 以及未來要聽的道理 你當然應該要聞 聽聞而思 思而修學 聞思修 就要做 這也是英國 是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說是英國 那麼 但終究我們還是凡夫 有時候有過多的慾望 雖然知道他 相信他 但有時就有一點放不下他 難免慾望又越來越多 聖言長老講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有沒有 有沒有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這是第二個咒語 趕快拿出來念 不要再拿了 不要再買了 LV包子已經一個就夠了 不要買五六個七八個 那故事的東西也不要太多了 古事不如這種的衣服這樣穿的 簡單就好了 怎麼穿 還不就是遮醜跟保暖而已 一個內心莊嚴的人 他不會那麼注重外表 過度注重外表的人 就會失去他的內心 一定要記得 外表太光鮮 內在就沒顯現 外表自然樸素 你內在的光鮮 內在的解脫相貌就越來越鮮豔 一定要記得這是因果的 這時候就知足常樂啦 福報是有限的 我要在有限的福報當中 創造最大的利益 我不要一直浪費福報 這就知足常樂啦 這是不是也是因果 是不是因果啊 所以都是以身性因果做基礎 那麼接著呢 我有一分 我再去多捨我這一分給別人 讓一分變萬分 因為他能夠善用這一分 他比我更需要這一毛錢 我現在多這一毛也不會更富有多少 我少這一毛 我的生活毫不受影響 為什麼我不把這多出來 來幫助一個 缺這一毛 就會逼死 就是逼死秀才 有的秀才就這樣 窮秀才啊 一文錢逼死秀才啊 對不對啊 那我們為什麼不幫助他 這樣這一分錢 有更大更大的生命意義 能夠讓一個家庭 得到最大的快樂跟安穩 他在我家 這三千塊在我家 沒有比較快樂 我也沒有比較富有 可是這三千塊放到他家去 他家因此得到了人間的溫暖 因此感受到社會的溫情 因此能夠不再受飢餓 因此他的小孩能夠有 營養午餐可以吃 因為有營養午餐可以吃 他的小孩能夠把書讀好 因為把書讀好 將來可以做好人 做好人能夠貢獻這個社會 天啊 你的三千塊產生多大作用 這就是因果 還是因果啊 還是因果啊 怎麼你不去做呢 基督教聖經說的 施筆受有福 我們說吃一頓飯 願斷一切無惡不斷 願修一切無善不休 願度一切眾生無意眾生不度 我將這次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一切眾生 我有一分多餘的 我都要供養一切眾生 現在我已經看到有苦難在現前 我這区区一千塊兩千塊 区区我的一句話 区区我的一樣小東西 我不去貢獻 供養一切眾生 施筆受有福啊 為什麼施筆受有福 因為它能產生更大的作用 而這作用 這是你的一念善心 所生起的作用 所以行善不失 而且無我相 我剛剛講的嘛 這種就近快樂 以無我親近平等利他 跟佛性為本 對不對 尤其是無我利他平等 所以我就 我就在萬佛寺 成立了一個善緣慈善會 就是要交居士 去做布施 我們那個慈善會不收錢的 就你去到現場的時候 大家說要捐錢才捐 那捐了就 捐多少錢都是由 社會局決定 我們自己沒有在組織 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所以只要來參加 就是單純行布施法 就不會把一個團體弄得太大 大家也負擔太重 是這樣 也是要學 所以這通透的是因果 所以我就說了 成就眾生樂 圓滿就近樂 所以就是成就眾生 我自己也是眾生 成就我自己的樂 也成就我周邊我所愛的人的樂 也成就我的家 我的族 我的社會 我的國家 我的國族 最後這個地球 那這樣子才能漸漸的 莊嚴國土之後呢 成就眾生 莊嚴了佛土 莊嚴了你的什麼 究竟的佛的國位 那麼這就是我們生命的意義 所以生命的意義在幹嘛 生命的意義就在 這樣子的追尋 究竟修行樂 以利他作為方便 最後圓滿了自己的什麼 修行也圓滿一切眾生的修行 我想人類為什麼獲得生命 是因為貪愛 愛男 所以我們變女 愛女我們變男來投胎 但即便是以貪愛而來 恰好因為我們有貪愛 所以我們才能修行 我們才有得修 那修行的過程當中 就來成就什麼 成就了一切眾生的離苦得樂 也成就了自己 這就是生命的意義 所以認識佛法 入快樂之門 也就是我們生命 最重要實踐的路 這樣懂不懂 好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我們來一起回向 今天你們是好學生 你們都很專心聽 不用我下來走來走去 下來走來走去 是為了增加你們的注意力 那麼做老師我在想說 做老師應該對生命 年齡 年齡 經歷都有了 所以說很好 多聽聽 多文詢 將來這些內容會放上網站 哪至於也放上YouTube YouTube最後也連接上我們的官網 官網就水月格 三個字 水月格 我Facebook你上水月格也可以看得到 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這樣子 今後大家多在訓習 明後幾天都有很好的法師 要來跟大家講解很深奧 很廣泛的佛法 希望大家繼續好好訓學 好好把握這次的機會 身為做老師的你們責任重大 我知道今天做老師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為現在的政策是認為 學生要怎麼樣調教 如何如何 有的學生根本就在家裡 家庭教育也不好 來到學校也不會遵私重道 把你老師教導學生當作是商業行為 對老師對學校的一點都不尊重 當然也有那種學校是很愛做商業行為的 我們講的叫做學店 也有啦 這就是所謂的辦理教育者 他沒有一種情操所使然 社會上的風氣越來越糟 其實能夠力往狂然的 不是單獨的家庭固然很重要 但是最終站在第一線的是身為老師的人 作為老師的人必須要更加超越的心靈修養 跟更穩定的心靈素質 他才能在這個紛擾的社會世間當中 以及難以教導的學生教育份上 你能夠穩住你的性質 堅持一個老師神聖 而重要的職責 傳道授業解惑 是傳道為先 一個老師要是沒有內心的 心靈特質為學生所景仰 而只是那知識的傳授的話 當然你就無法避免 學生把你看作教書將 把你當作是薪水買賣的 教學行為而已 就難免這樣 所以作為老師的 內在心靈的真相 確實是有一定責任 要自己去努力的 我們今天的教育 或者教育制度 或者整個社會風氣 對於老師的一方面的防範 跟不尊重 也反過來 又使得老師自己 在內在心靈的修養上 也又覺得好像自己也無所謂 再加上這個中華民國的教育當中 對於宗教教育這一區塊 它是以防範跟切割的方式來進行的 他誤認為這叫做政教分離 不對的 政教分離不是這個概念 不是這樣解釋的 你要知道沒有政治之前就已經有宗教 宗教是人類心靈最後一塊 清淨的地區 沒有了宗教 你光講道德 光講法律 都是沒有根的 這在西方的哲學也認同這樣 我們從東方的佛教來看 我們也看到這樣 佛教本身它既是宗教也是教育 它既是人性也是超越人性 像這樣這麼好的一個佛教的教義 它不應該被莫名的割葬在這個 這個教育制度之外 至少你要能夠願意讓老師 讓學生有機會平等的去接受才對 他今天呢 這個這樣子的以僵化的民主 或者是僵化的這樣子的一個 儒家教育思想來看 他是為之生焉之死 敬鬼神的願之 他把佛教也當作是一般鬼神教 所以內政部才會在有事沒事 今天在很平等的沒事的狀態之下 突然間把佛教的育佛節 國定假日把它給撤了 這是很荒唐的行為 你們當老師要了解 這不是表面的所謂齊頭式平等 那位大學教授 台大來的教授現在當內政部長 我尊重他的專業 但是他在這方面的思考顯然是 太負面 太表面 何以顧 你要知道 佛教作為一個宗教 固然你可以把它當作是宗教 但他絕對不同於一般的新興宗教 台灣幾百個幾百個新興宗教 或者所謂內政部登記有案 但內政部是不能夠登記宗教 這樣就政教不分離了 宗教他自己宣稱就可以有了 那他今天登記了宗教 二十幾個宗教 可以齊頭並看 他是一個影響東方文化 影響中國文化 這麼深遠這麼深遠 到如遊入面的狀態 今天中國人 台灣人 哪一個華人 不知道有三世英國 不知道觀音菩薩 哪怕是基督教徒他也知道 他不拜而已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他已經整個影響了華人的文化 這怎麼可以齊頭式平等的 把它當作是一般宗教 其他宗教沒有 國定假日排進去 所以佛教也要撤除 你要知道台灣今天就是需要恢復 這古老的優良的文化 這已經是文化分上的事 你不去做這樣的思維 你也不理解這些 你只是就一個表面文化 表面民主平等意義 意涵的 你去做這種撤除 這第一個就是很不當的 內政部這種思維是相當愚蠢官僚作為 而且你想想看 當年要求他要做一個國定假日 好多人去爭取 那從政府的高層一直到內政部 一一同意了之後 才編定為國定假日 那今天你一到行政命令 說撤就撤 哇 那這個國家如果是 能夠後者 能夠否則